如果说你今天假如说你要用什么,买Seql的话 OK,那等于是你是用网路型的资料库 那网路型的资料库跟那个单机型的资料库 其实我觉得差异性也是很小的 观念都一模一样 只是换一个平台而已 所以呢你们可能需要了解的就是大概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怎么样把那个网路型的资料库 把它建置起来 那建置的方法可能不像SS直接打开就有了 你必须把它安装起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连线,Connection3有没有,一样用ADO 可是那个连线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那个就是用Provider有没有 Provider部分的话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就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地方 Open有没有,后面是Provider这个 那因为买Seql它的Provider 它的驱动程式不太一样 还有第二个 它的驱动程式怎么样 没有预先安装 因为SS是微软的,微软跟Windows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那买Seql或者其他资料库因为他们都不同公司 所以你要怎么额化安装 所以你可能会要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驱动程式 那驱动程式去哪边找呢 其实我已经帮各位找到了 这边有两个,有没有?你在云端里面 这个SAMP563这个是什么,MySeql的环境 当然这个SAMP563这个环境不是只能架那个MySeql 它主要是开发PHP的环境 那因为一般PHP会跟MySeql搭配 刚好我们只是把那个部分抽离出来用而已 第一个,所以也许你们有兴趣可以把这个SAMP先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安装也非常简单 不过可能对我来说很简单 但是我只要你步骤没做错的话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怕说你可能有一个 因为其实这种系统的东西 就怕说你只要一个地方做错 后面就全部错了 OK,应该知道吧 但是你每个地方都做对 就会非常的顺畅 像我是觉得我做的好像都还蛮顺的 可是我一把画面切过去给你们 感觉好像你们每一个都有问题 而且问题都不一样 因为可能你恍神的地点 每个人的可能那个注意力的时间不太一样 那所以第一个啦 就是说你只要环境OK 第二个驱动程式把它装起来 不过驱动程式你会发现有两个 为什么有两个呢 因为我们e-sale有分成32位元的跟64位元的 这两个不一样 那到底呢 我们的e-sale到底是哪一个版本 是64还是32 如果你不想知道的话 没关系 两个都装 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之前是其他地方上课啦 都用32一定没问题 因为从来没有人装64位的e-sale 后来我装32在这边居然不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是装64的 所以特别 不过这个当然比较少用64啦 也许是趋势我们这边装最新的 所以这两个把它装起来 装完之后呢 后面练习都一样 我们也要先把第一笔先写过去 全部写过去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e-sale删掉 然后呢 再把它搬回来 然后再把它删资料库 其实用的语法都一模一样 只差别就环境不一样 那我这边的话 一一请各位先第一个 这个也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了两个 一个是SAMP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那个驱动程式 第二个的话呢 在资料夹中显示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SAMP 这个我怕你们会 就是做错 主要是 哪里会做错呢 就是这个请你怎么样 把它解压缩到那个低碟 而且解压缩的话 你按一 我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边应该 基本上会装那个RAR 然后你把它解压缩到 选择什么呢 资料夹 这边的话 选择请你选低碟 也就是说呢 把它打开之后 解压缩到 低碟底下 记得啊 这个不要做错啦 因为做错的话 后面很麻烦 OK啊 确定 它就怎么样 帮你解出去 那其实那个 这个环境 它是属于免安装的 免安装意思是说 你不用做特别安装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把一个制服器架设起来 而且制服器 还不需要很厉害的 还不需要 电脑设备很好 有时候其实你要架一个 制服器 只要拿一台你家里不用的那个笔电 然后呢 你只要24小时打开了 设备就乱起来了 你要在上面做很多事情都没有问题 像有人要架论坛 论坛很简单啊 因为它都是套件嘛 弄好之后把它设定一下 你马上可以做一些讨论的 论坛很方便 因为做一些各式各样的讨论区 都可以很快把它架设起来 因为以前我们就透过这个东西 可以做一些行销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某一类型 你要能够很快让人家知道 你这东西 怎么讲 排名Google会在前面的话 其实用论坛最快 那第一个呢 把这个Sample解压说 到哪里到低碟 我们看一下Sample 打开看一下 特别注意哦 Sample里面呢 请你不要再有资料夹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哦 这个记得解到根目录 因为它有点怪 有点算是什么 它的一个洁癖还是什么 它就是不能有一些 不正确的动作 所以你动作做OK之后的话 一解到低碟 二的话呢 请你执行什么 执行那个Setup的这个 里面呢 请你拉到底下 Setup开头 Setup Sample 点两下 执行 这个动作什么呢 就是安装 然后呢 它怎么样呢 它会出现这个 它帮你设定一下 然后呢 正在 请你等一下 然后最后会出现什么 Have Fun OK 表示说呢 恭喜你 你已经安装好了 就这样而已哦 OK 然后按任何键继续 做一次就好了 千万不要像有家同学 之前有同学 再按一下 它会出现什么 Sorry 有没有 因为你安装过了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 我一看 你装过了 不要再执行 一次就好了 OK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请你开启这个 SAMP的第三个 Control 执行一下 先安装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呢 启动一个 启动两个 这个是它的环境 Apache是那个伺服器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启动启动 然后再Admin就管理 再Admin管理 先管理这个 再管理这个 那你环境就建好了 OK 应该算简单了 不过等一下先试试看好了 待会我们再把那个后面的步骤 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是 是不是 STAR要按吗 STAR 如果你有装的话 你就先按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 你按STAR之后 它会跳那个什么 防火墙 要不要允许 那记得一定要允许 千万记得 你之前就是 有同学说 可能没有允许那个防火墙 那因为你防火墙挡掉了 那你这个 你这个伺服器 就没办法RUN起来了 因为它被封锁了 封锁就不能RUN 所以有 因为常常会有同学问我 这个问题为什么 那个问题为什么 因为我通常 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个状况 所以我只能猜想 你可能没有做什么事情 大概可能发生的状况 大概就是第一个 你解压说到低碟的时候 解到什么呢 我说到低碟 就有同学就解到学生碟 然后呢 学生碟里面可能又有一个 什么中文党名 可能吴老师的教学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执行 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它只要遇到中文名称 就挂掉了 很奇怪 因为它这个环境 因为它是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好像对中文特别排斥 我用过很多自由软体很奇怪 只要遇到中文就出事 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那个他们在设计的欧洲人 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用中文 因为也没有 还是说自由软体里面很少 有人使用到中文 其实它的中文的 那个相容性都特别差 所以我记得这个 只要你用自由软体 尽量不要去使用中文 就都没事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把它启动之后 就把它STAR 两个 STAR 记得会有那个什么防火墙 会跳出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第一个这个STAR STAR之后的话 理论上它应该会跳一个防火墙 因为它会用POL是80 80的话就是我们的server 那个web server 就是网站的伺服器 理论上会跳一个防火墙 不过现在好像它一直没跳 就算了 反正可能有些是不是已经预设 那这个也把它STAR 不过呢 通常应该会启动的起来 不过有一些同学很奇怪 他电脑就按下去就不能STAR 理论上是这样正常 但是为什么不正常 可能就是也许你就把它 可能放在随声碟吧 还是放中文资料夹都有可能就会起不来 OK 这样是已经OK了 好 再来的话呢 如果它有跳防火墙 你就要允许 然后再来admin 这个admin是做什么呢 它会跳到这个SAMP的管理中心 然后呢 请你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中文的 不过我是建议用英文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文跳进来 它是简体的 而且会有可能有乱码 我是建议你用英文的环境好了 English 然后Security 中文就是安全性 Security Security里面的话呢 这边有三个红灯 红灯表示呢 不OK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SAMP的那个什么的 网站的那个管理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所以你要设一个什么 设一个管理者的密码 OK 第二个是MySQL的admin 它现在是no password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到password 去管理你的资料库 不对啊 如果乱改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要加密码 第三个是PHPMyAdmin 这个是管理MySQL的一个工具 也是什么呢 也是free的 free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那也会出 所以这三个要什么 加密码 怎么加很简单 请各位看到呢 这个下方是不是有个链接 我可能要眼睛要 会增大一点 我怕有些同学 之前就有同学 就是看了半天 现在老师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这里 OK 好 那点下去 我应该把字放大一点 我怕有些同学看不到 第一个呢 你的那个什么呢 他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MySQL的 诶 这什么 superuser 就是管理者 叫rooter 然后呢你的密码叫什么 密码 我叫1234 1234啊 123456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不要用太复杂 不然到时候 自己忘记就麻烦了 1234 OK 不是因为这上课的关系 将来你不要说多用1234 不然到时候麻烦 以后我就知道你的密码 然后呢 按下它 password of changing 把它改一下 储存 这个部分OK了 所以你的MySQL的superuser 就是rooter 密码就1234 然后呢 sample的目录的管理者 叫什么呢 建议用rooter 密码还是1234 等于再做一次 这个是网站的管理者 上面是资料库的管理者 OK 然后把它底下这边有个什么 Mac 这个safe OK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把它关掉 再回到security 这边可以看到 三个就是变成什么 绿灯了 OK 那表示什么 你这个环境 是安全的 你不做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就是会有安全性的疑虑 好 应该没问题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mple关掉了 可以看到吗 刚刚按这个哦 按进来 这个English security 然后这边进去修改 再来的话呢 就要到MySQL了 MySQL的话呢 这时候会跳出什么 你要登录到MySQL 它用这个 PHPMyAdmin管理MySQL 那账号 就是使用者账号叫什么呢 诶 路程 对没错 密码是什么呢 就1234啊 你不要乱打啊 不然到时候忘记 就登不进来了 按执行 接下来的话 要不要储存就看你了 我把它除一下 把它没差 因为这个自己用的话 然后 这边 好 再来的话 资料库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就要增加 一个资料库 加一个资料表 等一下再看好了 因为我怕动作太多 一下你们记不起来 Sample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步先把那个Sample 就把它变四个绿 三个绿灯 三个灯 然后再来就是建那个MySQL 的话呢就是什么 建资料库了 就是按一下哪个按键呢 这个 有没有 1234 按下去之后就打开它 然后进来这边 这边打来什么 资料库 有没有 问题 02 然后呢编码方式 建议是用什么呢 拉到最底下 再往上一点点 这个 UTF8的Unicode CI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通常用这个 你不要用别的 为什么呢 会有乱码的问题 一般只要非微软阵营 都是用UTF8的Unicode版本 OK 那我们用这个哦 按建立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帮我建立问题02 在这里 点它一下 再来要建什么 建问题02的资料表 跟刚刚一样 所以呢你就想按一下问题02 这边有个建立 建立资料表 然后一样 问题02好了 偷栏一下 OK 然后几栏呢 6栏 按执行 好 这样的话有6栏 再来就是栏位名称 加它的形态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六栏的名称 在这边 所以有时候我会偷栏一下 Ctrl C Ctrl C之后怎么建比较快 其实我会贴到最后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拉到前面 编号有没有 拉上去 品名 拉上去 单价 拉上去 数量呢 拉上去 最后的话 这边delete就掉 因为前面的东西小计拉上去 地区呢 delete就掉 记得后面都要delete 不能空白 因为空白在的话 它就会把你当成是栏位名称的一部分 OK 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呢 编号至于要给多少 可以请各位参考一下 我看一下这边我大概设 编号是Varchar 10个 10个是10个字 不过你可以短一点 因为我们大概 我不知道编号大概多少 预留一下 因为你四个加拿来 如果超过四个五个六个 那就可能会超过 所以这边的Varchar Varchar 单价这边是 INT 整数 整数 地区也是Varchar Varchar是可变的字元 OK 所以呢 分别然后按照这个图 我们来完成 所以 这边找到那个Varchar 文字 十个字好了 然后这边品名也是Varchar 六个字 其他的INT 那这边的话呢 也是Varchar 这边四个字好了 OK 好了就按一个什么 储存 好 恭喜你 问题02也完成了 这样的话呢 黑市 如果是Date的话 那长度值要写什么 里面有Date啊 对 那长度值呢 要写多少 你就控下来就好了 控 它会自己 对对 它会自己去调整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02 问题02 这样子 资料库 就Ready了 Ready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就是在底下这边一样 我这边有安装驱动 所以刚刚的部分 你就把下载区域里面的那个驱动程式 点两下 执行 然后就下一步I accept 然后就把它装起来了 装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存取MySQL 然后再来就是这12345 五个动作 跟刚刚一模一样 程式的话在下面 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差别最大是这个 Open 这个driver 有没有发现 它长得不一样 刚刚是provider 现在是去抓那个MySQL的驱动 那server的位置 这边是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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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现在的这一台 那如果未来 你要换一个位置 请你自己再去查IP位置 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要给别人存取的话 不然的话 将来只会你自己可以存取 别人存取不了 OK 然后其他的话 password的路程 这个固定 其他都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MySQL部分 因为我想大概差不多了 如果你刚刚的步骤都OK 其实后面应该也不会太难了 是 ODBC的部分 只需要制服器安装吗 user不用 ODBC那只要driver装 ODBC那个不用管没关系 所以一个档案写好 如果给别人用 别人可以直接练 它不用再安装ODBC吗 它只要安装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 ODBC的驱动程式 对对对 就我们刚刚那个 还是要安装 对还是要安装 对 因为我们VBA里面会有open open会需要一个driver吗 那个driver 它会去check一下你ODBC里面有没有这个driver 有的话才能连线 没有 很抱歉不能连线 大概是这样子 OK iiiii sync32 它其实就是 然后在 但是 可是你还是有权限的问题 因为 Season 3 毕竟也是一个系统的资料夹 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 因为以前还是要劳驾MIS大人